万众期待的女浩克第二集 她来了 增悟的现身 奇异博士的参与 浩克竟再次前往萨卡 寻找飞船降临的真正原因 书接上文 一个超级反派闯入法庭 珍妮芙被迫变身女浩克正面迎敌 结束战斗的女浩克轻松变回了珍妮 新闻里正在大肆报道女浩克的消息 珍妮芙来到一间酒吧里 里面的人都在为她庆祝 而这时老板却找了过来 以官司输了为由 竟开出了珍妮芙 随后珍妮芙的求职四处碰壁 这天家族聚餐 她不得不回去应对 期间亲戚们疯狂讨论超级英雄 把珍妮芙搞得待在了原地 随后父亲找到她私聊 珍妮芙向父亲诉说着委屈 得到父亲的安慰后 珍妮芙很快便重新振作了起来 不料第二天 事情迎来了转机 前公司的死对头找到珍妮芙 提出邀请她加入他们的团队 等到第二天上班 对方却要求珍妮芙在上班期间 需要变身女浩克女娘 原来他们成立了超级英雄法务部 而珍妮芙芙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很快 上司就给她派发了第一个案子 而这个珍妮芙跟浩克也是大有渊源 早在无敌浩克里 珍妮芙就要杀了浩克 听到要为这人辩护 珍妮显得有些为难 在上司的要求之下 珍妮芙来到了特殊监狱 也见到了珍妮芙本体 而在这里 她也给珍妮芙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 自己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接到击杀浩克的任务后 被注射了超级血清 没错 就是美对的那种 珍妮芙已经动摇了 但是这件事毕竟关乎自己的表哥浩克 珍妮芙只得先给他拨打一通电话 哪曾想浩克根本不在意这件事 而他却出现了在前往萨卡的飞船上 在得到浩克的支持后 珍妮芙打电话告诉上司 自己准备接手这个案子 并且有信心能够胜负 可上司却让他看看电视 从画面中我们不难看出 身穿斗篷 与曾物对打的正是奇异博士 那为什么奇异博士会卷入这场风波 曾物又是怎么逃脱那个特殊监狱的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发家致富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